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YushikoTV 前陣子碰上美雨季 一邊下了很多天的雨 相信很多人都跟小編一樣快發霉了吧 那同時我們也陸陸續續接到一些屋主打來的求救電話 有些人反應家中開始出現滲漏或是必來的情況 那究竟原因出在哪邊又該怎麼解決呢 看完今天的影片大家就知道囉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滲水的原因 究竟水從哪裡來 關於房子會漏水的可能性有非常多種 而大多數的原因是來自於建築本身今年累月的耗損 簡單來說鞋子穿久了會久 房子住久了也會因為地震風吹日曬等自然因素而產生傷痕 當裂縫產生時遇上下雨天 水自然而然就會流到房子內 該怎麼解決就是關鍵了 通常滲水的情況可能分為 臂癌或是窗框血結束滲漏等等 那經由師傅現場場勘勘過後 評估漏水的原因進而去補牆 將臂癌的部分清除乾淨 針對老舊的牆面進行防水工程 可以有效改善漏水問題 那如果今天是窗框滲水該怎麼辦呢 窗戶經地震後難免產生縫隙 遇上大雨就會容易滲入家中 處理的方式有兩種 更新鋁窗或是補牆現有的舊窗框 更新鋁窗屬於一勞永逸的做法 修補舊窗則是要評估修補的程度 就像車子、手機、電腦等等 當更換零件已經不符合成本時 也可以考慮直接換行 兩種做法都是好方法 就看適不適合 最近還有遇到一個個案是有屋主和我們反應 對內潮濕該怎麼解決 很多時候帶有門片的櫃子 儘管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已經有設計了通風控 還是不敵連續好多天的大雨 這種時候打開門片在開除時機效果會更好哦 好的 以上是針對這幾天連夜大雨碰到的個案分享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喜歡我們的影片不要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和分享哦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